利用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葡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話,農田效率有這個死粉勝的加成 而且他的步兵到地龍Style這個王家四重 很好用喔,攻擊時會有擴散效果 他的騎兵也是不弱的 雖然沒有遊俠可以用,但是有這個貴族鐵器 造價比騎士便宜,而且防禦比騎士硬得快一倍 那我覺得斯拉夫人後期比較適合打工程器 配上步兵,然後再配上少量的騎兵 貴族鐵器 那後期真的沒資源的話也可以打大陸 所以斯拉夫本身來說這個文明是並不太弱的 至少是A級以上的文明 那我覺得斯拉夫人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是他這個工程器有潔滅的效果 所以他後期打工程器大隊友也是非常強勢的一個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選擇葡萄 葡萄人在阿拉伯來說並沒有傳劍的效果 所以他這個傳劍的血量加成都不用看 我們直接看他的陸地 他陸地最大特色是所有的單位 黃金減免20% 不管是打小弓還是騎士 這個造價都非常省 所以葡萄人比較適合打一個強弓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 那葡萄人在前幾次的改版 有讓他吃果子的時候可以產生點木頭 讓他補足一些前期的經濟劣勢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他可以打一個風琴砲 風琴砲是他的寶兵 這個風琴砲最近改版也是改了非常多 那我覺得是覺得有點強 但是到了地龍時代就感覺沒那麼強 城堡時代還是有一定的壓制力 但是打工程器的傷害也明顯下降很多 所以打葡萄人的話 風琴砲可以考慮使用這個頭子車去做一個反制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法還是出這個森流 然後點上救贖思想 直接招響掉 會更好一些 或是用大量騎士 直接上行硬壓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葡萄人地圖在前方比較麻煩一點 下方有木頭上方右 但是第三處木頭離的比較遠一點 火子在後方 那目前看起來這樣地圖對葡萄人來說 並不是非常好守的一張圖 前期可能會守比較辛苦一點 那到了城堡時代能夠圍大之後 才可以比較展現出他這張地圖的優勢 如果要給分數的話 至少有個60分 至少不會太爛 不會太爛 原因只是因為 他的果子在後面 石頭中央位置也在後面而已 前面要圍的話也是要圍太多的資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石拉夫 石拉夫這邊是前逛在前面 果子在後面 哇靠 那這個地圖也是很爛 甚至連及格分都沒有 這個正面直接門戶大開 這個至少三四十分吧 偏爛地圖 不管什麼資源都遺漏在外面 而且金礦也是分布的比較遠 雖然是在後方 偏後方的位置 但也是都在外圍 不是在裡面的位置 像裡面這裡 或這裡的位置 那目前看起來 兩邊的地圖都非常差 那又有這件事 葡萄人 不知道會不會打出 無限支援戰術 因為他之前很喜歡打 這個葡萄人的風琴砲 然後轉港溫大三戰 這個特殊建築物 可以無限產支援的建築 所以我們就要來期待一下 又有會怎麼打這場比賽吧 好 現在稍微加速一下 目前看起來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開局 等一下風琴砲只補到了 九個人挖木 然後這邊吃羊 大概一樣正常的數值 待會一道風琴砲可以下馬舟 這個木頭有點極限 又這邊可以先下一個馬舟 OK 這邊是下四二劍場 又沒有要打騎兵 可是要來打工兵 畢竟人家挖金礦有減免嘛 這個單位有減免的費用 出小工確實很省 好 那這邊沙夫人 由於有這個農田效率的關係 所以打這個肉馬開也沒什麼問題 OK 上面開了 好 但是金礦跟果池 全部遺漏在外面 現在又拉了一隻刺頭 在他家面前看他 這邊又已經一攻一槍兵 已經往前走了 好 但是這裡馬上補下了射箭長 射箭長出來要出個毛兵 稍微防一下 這邊赤猴直接抓掉了一隻長香兵 長香兵直接被硬吃掉 赤猴能不能卡掉這隻村民呢 感覺很極限 沙夫人很極限的收掉了一村 唉唷 打得不錯 沒想到又這麼一開局 又被拿下一村 那這邊能不能也拿到一村 變成一比一 看起來是不太可能 這邊再圍個牧牆防守一下 最後一隻小工 所以擊殺村民的效率非常的慢 待會毛兵出來 應該是能守住的 這邊要優先打對方的毛兵 刺頭去追一下對方刺頭做個互打 這邊控兵要控得比較細緻一點比較好 這裡村民被騷擾到 不會自己伐木 繼續追 這個刺頭先去追掉對方的工兵 再兩刀 一刀 但是沒有被槍兵戳到 有點可惜 唉唷 最後毛兵被砍死啊 結果這隻刺頭也被戳掉了 反正下方這邊又再重新集火一隻村民 就順利收掉了 哇 沙夫現在拿到兩村的殺敵 又這邊村民有點被騷擾到的感覺 又這邊村民有點被騷擾到的感覺 當然強兵這邊也終於收掉了 這隻工兵剩下五滴血 能不能繼續做騷擾呢 好 沙夫毛兵按的有點多 按到五隻 好 六隻喔 繼續按 又這邊則是選擇了下一集射 應該是出門的時候有看到 好 看到 這兩隻工兵直接映射殘血的刺頭 但是沒有彈道學 OK 所以一定射不準 這邊稍微卡了一下房子喔 沙夫人這邊尷尬了一下 算命delay兩邊都沒有太久 至少沒有30秒 一個19秒 一個12秒 都還算是比較能接受的範圍 好 這隻工兵回來繼續鬧 刺頭趕快一點時間去解救一下 正面毛兵加上工兵一個護狀 看到毛兵只能選擇撤退 兩隻刺頭在前面發帶一下 被射死了一隻 小虧了一點 又這邊打法比較 算是沒有那麼強軍事喔 還算是打得有點偏濃 但是我們看到這邊斯拉夫 他毛兵按的有點多 按到快要10隻啦 這個數量再按下去 又可能會很難處理喔 一定要勢必蓋個馬就 出個刺頭來打 有啊 這邊出刺頭 OK 他在哪裡補馬就的 下面這裡 好 那現在有馬就工兵 這樣打對方的刺 打對方的毛兵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哇 兩邊一個暴打封建 這個田灑這麼多了 花20片喔 好 工兵稍微反擊一下 那斯拉夫人這邊也補下了一擊射 增加一下這個毛兵的射程 又這邊的選擇打法比較算是偏正常一點 但他這邊感覺投資太多的肉了 這樣肉局打下去可能 不太好吧 因為人家斯拉夫人打刺頭 因為他農田效率好 打刺頭並不會太虧還有這個戰毛 毛兵喔 好 這邊直接一個副換 想要把對方工兵全吃掉 沒什麼問題 這邊毛兵怎麼突然不動了呢 突然發達了一下 這時候斯拉夫人趁這個時間點 稍微圍一下地圖 那這個圖圍的有夠 有夠長 然後礦產資源還是遺漏在外面 這個斯拉夫人地圖真的很偏爛 打強軍事正是一個好的選擇 至少你可以確保你不會被封建被秒殺 好 但右這邊也是投資了非常多的工兵跟肉 去跟對方互換 而且沒有換到任何東西 反而被反打了回來 這邊對右來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刻 但這邊右地圖要圍死也是不太容易 所以說幾個 但是還沒有到我們說城堡時代那麼好的時間 這邊已經到處都是洞 有洞的話就一 就有機會 好 下面這邊直接圍死 好 上面一樣門戶大開 這邊肉馬數量超多 五隻 還在出 哇 雙馬就在出刺火啊 我的天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對打 好 這是右這邊先回去 補了一個品種 品種血量很重要 但這邊工兵全部直接送光 哇 又有這邊如果直接再打下去 可能會把自己的單位全部送光喔 這個很危險 他在玩命啊 哇 又有這邊把自己的單位送光了 自己穿命只能撤退 雖然這裡補下品種 但是肉馬數量還不夠多 反正是斯阿夫人喔 瘋狂暴刺猴 想要直接一口氣打死對方 好 現在目前有品種的優勢 血量65滴血 對上45滴血的刺猴 這邊斯阿夫人也要不要補個品種呢 好 這裡補個4級 好 這邊有隻失散的刺猴 又有這邊 繼續出工兵 而不是出毛兵反制 刺猴越安越多 所以現在又有這邊出刺猴 繼續打就好了 那現在出刺猴打的話 可能也會打出 數量差距吧 確實現在這個局面不太好打 OK 後面又有少量的刺猴 在後面直接偷打後面的工兵 這邊直接拉刺猴去拯救一下 雖然又現在有這個 異攻的優勢喔 但對方有點異防 已經算底消掉 但對方 現在又這邊有品種優勢 對方還沒有點 還是15滴 這邊毛兵直接吃到TC傷害 會被收光嗎 還在打 哇 結果又有這邊刺猴數量不夠多 直接被數量壓制 OK 又這邊再補下了一些槍兵 肉馬沒有考慮要繼續出了 準備來上城堡時代 對手斯拉夫這邊還在爆刺猴啊 我的天 他還在爆 他沒有打城堡時代了嗎 斯拉夫這個農田效率好也不是這樣玩的 這個有點太過分了 瘋狂大馬爆 這招我其實也常有遇到 就是很多人不會打獲血喔 就想要打前期 然後就瘋狂出兵喔 用這個肉馬硬吃喔 然後到城堡時代也是瘋狂送馬 到處裡面繼續亂砍 這個打法算是蠻狠的 對付新手可能有用 但是對付幼來說的話 可能沒這麼有用 所以就來看一下幼的防守 會打的如何 這邊吃猴 做個拉扯 上旁繼續補 這邊斯拉夫中補下了品種 但石頭數量依舊很多 槍柄直接被換掉 又有這裡沒辦法挖石頭 石頭在遺漏在後方 要挖的話 沒有辦法很安全的挖 除非這邊要投資跟劍塔 當然這邊葡萄人是賣了石頭 上城堡時代的 其實是後面還在補 補到九隻 這邊肉類非常多 準備要來上到城堡時代了 斯拉夫中補點下城堡時代 分數大概差兩分鐘 槍柄直接戳 哇這一戳戳掉了兩隻肉馬 應該沒問題吧 哇居然只有戳到一隻 其他都殘血跑掉了 好 又這邊穩穩的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來買了鎧匠 要先出騎士 雙馬之後騎士爆 他會這邊再買一個 100石頭去開個TC 斯拉夫也補下了一級農 好強兵再度過來防守 但是逼退了對手 好這裡居然有房子 這樣到處都有房子在動 這個為什麼從這邊一路蓋過來 然後之後又把村民拉回去 好前期這個打鬥打得蠻漂亮的 兩槍刀可以讓右守在家裡 好這邊是決定下雙修道院 補一下 生侶 但對方吃虎夠多 現在又有騎士衣出去 雖然騎士硬打赤猴 雖然單挑來說是有優勢 但人家是數量壓制 赤猴追著騎士跑 這個畫面非常特別 好殘血的拉回去 有血的往前 右右右這邊再拉一隻殘血回家 然後後面有更多事後 直接抓出來的生侶 生侶雖然有點下神聖思想 還是被收掉了 好這裡又有兩隻滿血的騎士 直接在劍塔上 無情輸出 我們又補下了一隻 三隻騎士硬吃肉嘛 感覺很OK 這邊斯拉夫人在爭取時間 想要到封建城堡時代的輕騎兵 然後還有一攻的時候再反打 畢竟基本傷害會差很多 會變成七攻 多兩攻是多很多的 血量也會稍微有優勢一點點 變八十低 然後攻擊一七 好這邊稍微做個翻打 可以做出一些不錯的傷害了 先騎兵跟刺頭還是差蠻多的 好砍下來斯拉夫人有點麻煩了 現在一直被壓著打 對方騎士數量有點多 斯拉夫人趕快補下騎士 當然這邊有挖小小的石頭 三個人挖死 待會可能要第一時間去蓋城堡 城堡有蓋下來之後 出怪魯鐵 其實又可能再去出騎士 就會越出越虧 結果又這邊剪下了二級攻 補下千騎兵的升級 超級 斯拉夫人打得非常的 中規中矩 他沒有做太多特別的事情 打得非常穩的那種 他沒有做一些 怎麼突然3TC爆開弄 然後防守不打 然後石頭一步啊 然後打一個特殊戰術 他打的是非常標準的一個 開弄出兵的打法 青騎兵一人一刀 直接收掉 沒有神聖思想 傷害很高 直接收到了 標王塔裡面 又這邊慢慢滾出了自己的經濟 木頭量有點多 TC農田可以多灑一點 但他這邊TC還沒有開始灑 他認為對手經濟比他好 想要利用自己的軍事 上時代的優勢 去跟對方換 但換一換的結果 他並沒有換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反而是 有點被打回去了 所以他這邊並沒有繼續往前壓 而且對方還有僧侶 那現在這邊又要來一個絕地大反攻 這一波一定要打到點東西 後面也帶上了僧侶 想要直接突破重圍 攻擊這塊金礦區 這邊利用刺猴去前面給對手壓力 但對手沒有被嚇到 反而TC還是遭上對方的騎士 直接把優勢給逼退了 好 正面要繼續往前嗎 斯拉夫人繼續出騎士 後方TC也開下 地上的TC還在前方的位置 但是這邊有清洗並 直接抓到開TC的村民 這隻能收到村民嗎 沒有收到 哇 這邊賺到一村 好 正面這邊直接壓了過去 兩邊騎士都在做一個拉扯 好 這邊 這邊聖旅被收掉了一隻很接受 斯拉夫人持續在招搶對方騎士 當然騎士數讓兩邊感覺是五五開 但是斯拉夫人這邊 離補充騎士的地方更近了一點 這邊感覺上是會有 斯拉夫拿下這一波的騎士前壓 後方聖旅也是碰到招搶 但也是被收掉了幾隻聖旅 這邊看 看來又還是輸了 果然是這樣子 來這隻聖旅趕快解像 好 這邊再把一隻騎士給招回來 OK 斯拉夫人的騎士數量非常有優勢 先血兵抓到了老頭 非常賺 哇 這位斯拉夫玩家打得非常吉祥 前後都在輸出 好 好 這個TC沒有蓋好 臭屏直接死傷慘重 好 又這裡手補下了二級農哥吉姆 斯拉夫人這邊還在持續暴兵 一個開農一個暴兵 然後 又這邊經濟雖然有點落後 斯拉夫現在是90村對66村 村民差距24村 好 用這些少量騎士到後方想要抓村民 還不錯 抓到了一些成果 好 這邊抓到了兩隻老頭 又這邊到處抓 前後上下左右開攻 好 這邊直接用五隻少女在前面應招 但是斯拉夫人即時空了回去 不然就要損失五隻騎士了 這邊繼續反擊 哇 又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然後斯拉夫人並沒有意識到他沒有解乾淨 後面這一坨騎士 然後再把騎士拉回來打 這邊跑掉的關係 讓騎士又回去輸出這些村民 又感覺到非常賺 村民被拉近了一點點 現在差距只剩下19村而已 好 騎士加上升旅 第二次全壓 高地回下血 但這隻生女可能要死了 再一刀 及時拯救住 兩邊打得非常強軍事 兩邊都在出清洗兵跟騎士 清洗兵是拿來抓生女 這邊有五隻騎士直接應招 直接進入到了又的招牆射程範圍內 但這邊還有要撤退嗎 但應打的結果感覺不太好 前發清洗兵也是直接收掉了斯拉夫人兩隻的生女 這邊兩邊開打 第一時間拉了兩隻手去打獲防生女 這邊生女還能再收掉一隻嗎 可以吧 OK 看起來斯拉夫人 還是拿下一點小小的優勢 雖然看起來有點誤會開 這邊農田效率實在太好 開始把自己文明特色打出來了 反而是右這邊 雖然黃金已經破千 但是肉量還是化太多了 導致現在有黃金也上不到帝王時代 斯拉夫正好相換 自己肉量太多黃金太少 兩邊這個是鮮明的對比 一個肉量真的太多了 一個真的省太多黃金了 滿有趣的一個經濟對決 一個是肉量一個黃金 兩邊都想要在前線蓋城堡 那右的話是把城堡蓋在上方 斯拉夫蓋在下方靠近TC的位置 這個位置不錯 但是如果又再蓋奧地蓋這個城堡的話 很容易高地巨頭出來開閘 第一地的城堡 但是又現在由於沒有足夠的兵力可以防守 這邊繼續出生旅去防守加上騎士 這邊直接打一下蓋城堡的村民 這裡圍死 那右這邊防守不錯 成功讓對手沒有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這邊前線城堡直接決定放棄 右這邊城堡應該是會蓋起來 應該蓋到50%喔 不蓋起來很虧 好 沙粉肉量來到700-800 黃金還是不夠點帝王斯坦 兩邊帝王斯坦都點偏網 兩邊都是瘋狂暴兵出騎士跟生旅的關係 所以打到42分鐘兩邊還在城堡斯坦 很難可看到兩邊一直出騎士互打 可以打這麼久的 這裡騎士回救一下 好 沙夫機械型機也是在UO家裡繞來繞去 這邊可以收掉一隻聖旅嗎?可以 哇 就收掉這麼一隻 就花大量騎士直接在 沙夫家裡的金礦書上方 開打了起來 川普目前還是領先30寸 沙夫經濟非常好 現在可以點下帝王斯坦 這邊經濟反而非常差 只有102寸 差距30寸的壓力 他能苟住嗎? 好 沙夫人這時候點下帝王斯坦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又會怎麼做一個反打 繼續出騎士嗎? 跟斯拉夫人打騎士好像哪裡怪怪的 人家出貴族鐵拳 好像就可以反打回去了 已經有夠慘 當然這邊斯拉夫人是選擇轉步兵路線 要來打這個重裝長槍兵 好這邊招到一隻騎士小鑽 好還點下了最熟思想 沒想到葡萄牙這邊要打一個生旅戰嗎? 好 正面想要蓋城堡能夠成功頂住嗎? 這樣想有點困難 反加利回去 斯拉夫人這邊繼續做招牆 後面補下了長槍兵 走過來 這邊互打 後面五隻老頭 後面狂招 遭到非常多的騎士 又這邊這一波反撲 有機會拿下對手斯拉夫嗎? 對手轉兵空窗旗 帝龍時代還沒有好 還有46秒 但這邊的軍隊已經潰不成軍 這邊招翔招得非常漂亮 老頭也是保存非常多 後面城堡也蓋不起來 這邊選擇撤退 斯拉夫人這邊血虧 哇 又這邊勝率戰打得非常好 但是他把自己的積蓄全部花光了 這邊待機打下去又還有機會嗎? 對方帝龍時代只剩下10秒鐘 村民差距還差距快40吋 最近很多高手都在用這種方法 就是電容時代 把自己的村民標到150吋 滿人口之後 再慢慢滴村民 反正村民就一直不斷 那這個方法也是 我們很早期學的一個方法 但之後又被一些高手糾正說 只要120吋130吋就好了 反正結果大家還是走回老路啊 極速封建跟150人口 一些以前的Meta 這個到現在雖然有被糾正一點 但最後大家還是選擇了以前的一個套路 後面直接開招 九隻僧侶瘋狂亂招 但是中間有長兵 擋住了人牆 防守住了騎士的騷擾 這根城堡太多人在蓋 敏感人蓋起來 OK城堡又再蓋起來移動 這時候斯拉夫人點下級兵的三級 還有三級防 二級木也補了 又要再補下自己的風琴砲 突然戰局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普查人慢慢轉出了自己特色兵種 風琴砲這次打步兵比以前還要更好用一點 所以這邊風琴砲轉的算是蠻即使的 確實該出 打步兵真的蠻好用的 這邊直接上高地 所以後面很多聰明要被追殺了 但級兵即使來拯救應該沒問題 又這邊可能帝王世代不能再繼續打騎士 可能全部轉風琴砲配上 工程器會比較好 或是搭配一些級兵去做防守 因為葡萄人風琴砲是蠻害怕對方的貴族鐵血 這類起兵單位 或是大陸馬之類的都會很麻煩 但是又這邊打算要打一個救贖思想 配上印刷技術 打一個僧侶戰 沒有救贖思想 打這個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僧侶的射程範圍 但是 薩拉夫拉了非常多清醒兵 想要抓後方的僧侶 但這邊來不及抓到僧侶 就被後方的風琴砲開火直接集結收掉 但是還有少量的僧侶在正面沒有動 直接被砍光了 又有的 這邊僧侶戰直接被打到了非常虧的地步 好 這時候停下羅斯堡壘 薩拉夫人開始要來控圖了 正面直接被擊掛 僧侶全部死光 又有這邊投資大量的僧侶科技 還能再搬回一層嗎 七七兵回頭砍一下巨頭 巨頭收掉 這場打太激烈了 怎麼一直打 風琴的時代 打到帝王時代 沒有什麼太多時間可以加速的 兩邊就是一直打一直爽 這一根城堡有點難 薩拉夫管轉出自己的大洛馬 轉出一堆清奇兵 為什麼薩拉夫人很容易打出大洛馬 原因是因為他黃金消耗是非常多的文明 通常肉類都會很爆表 那為了讓肉類不會囤積在自己的面表上 而把它轉成戰力 出肉馬是最實際的選擇 畢竟薩拉夫的效率也是很好 農田效率 又這邊等一下三級農三級木 出了一些疾兵 OK果然喔 又還是出了疾兵防守 但正面薩拉夫 開始拿出自己的優勢 螺絲堡壘 城堡只要花費更多木頭 跟少量的石頭 就可以繼續蓋城堡 巨頭時音開閘 又這邊可以考慮轉點火槍 或者是火炮出來 反制一下對方的一個策略 因為薩拉夫人是沒有火炮的 自己有火炮的話 加上疾兵 守住火炮去拆巨頭 才可以防止對手繼續入侵進來 這邊村民會損失非常大量 村民只加上98村 但薩拉夫人這邊還是100多村 150 但是支援量還是非常多 後方城堡繼續蓋 螺絲堡壘空圖 這個就是薩拉夫人最厲害的地方 這個到中後期 你只要被空圖 支援就很難再繼續掌握下來 讓對方有大量土地可以使用 薩拉夫人果然升起了大洛瑪了 洛瑪終於還是要升到最強的情況 菩薩拉雅還是轉出了疾兵 防守巨頭跟風型炮都是很好用 但現在只出了巨型頭司機 補下三防 現在又有點斷經的狀況 已經沒有挖黃金了 但是他這邊沒有補下崗灣大傷站 讓我有點疑惑 可能是因為沒有石頭 因為崗灣大傷站需要一些石頭才可以建造起來 也不是說想蓋就可以蓋 第一時間巨頭司機後方城堡已經倒下 又這邊會怎麼做處理呢 先來修一下巨頭 正面疾兵加奇兵在上前 但又翻又來一坨奇兵 這坨奇兵也沒有升級 重裝奇兵也沒按上去 這邊吸引了一堆疾兵走掉 巨頭司機血量被慢慢拉回來 又的時候在前方 不要被眼睜睜的被對手挖走了嗎 直接疾兵上前硬戳 右邊疾兵互打 兩邊互打結果是有點五五開 但這邊又有更多的巨頭司機在輸出 這邊騎士想要上前 能夠成功嗎 奇兵第一時間做個防守 可以抽到一台巨頭沒有問題 第二台拿下 第三第四台呢 這裡沒有繼續控 OK繼續追直 但是後方有城堡 騎士再收一台 可以吧 OK 右這邊已經沒有黃金關係 轉出了非常大量的擊兵 上前撲錯 斯拉夫人建築 哎呀 你居然改攻打步兵 直接點下王家四重 還有裝甲步兵升級 化學補下 接下來斯拉夫人想打什麼都可以 斯拉夫人步兵開錯 王家四重 怎麼拚 這個血量擴散攻擊非常的卓越 哇你看這個擊兵血量掉很快啊 王家四重的數量優勢馬上就體現了出來 直接戳爆了大量葡萄的疾病 葡萄打步兵戰非常劣勢 但是也是轉出了自己的火槍 但火槍能撐多久呢 黃金並沒有那麼多 這邊村民繼續出 回到了九十幾村 那目前遺跡聖物是比較多的 這個大概有四個聖物 這麼多 哈哈 第五個在這裡 小王應該是所有生物都是在右這邊 但好像不到五生物 好 那斯拉夫繼續用擊兵前壓 雙手劍兵的升級點下 這邊羅馬抓得不錯 又這一坨出去挖 挖木頭的村民直接被抓個站著 哇 這個就是右的地圖很難打的地方 木頭很容易就一直往上挖 然後被對方抓爆 火箱慢慢反制回去 但是火箱雖然還不夠多 像吉兵打這個火箱傷害也是有王家四重的效果 這擴散傷害非常的猛 你看這個一戳 直接火箱就全部快要殘血了 連吉兵都可以打出這種傷害 這招斯拉夫的步兵喔 是真的很 好 結果這邊羅列來到2700 直接打出了GG 支援爆表 但是沒有黃金喔 很可惜喔 他沒有在早期蓋下港雲大長戰喔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想要蓋城堡 出風情炮 沒有想到蓋了兩棟之後就開始缺石頭 然後這邊石頭也來不及挖完喔 直接被控死 控到死掉了 所以這港雲大長戰沒有第一時間可以打出來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先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斯拉夫人這邊 拿下非常多資源勝利 哇 就是全贏啊 又這邊村民並沒有按得太多 反正是斯拉夫人 把這個村民按到150村喔 又這邊是村民有稍微停滯了一下下 然後被反推了回去 所以現在真的是 如同黑拉所說的喔 這個村民要標到150 然後之後再慢慢撿村民喔 會比較好 畢竟人口也是精進的一環喔 然後你可以盡早的把人口標到200人口 就是對你的經濟最大的幫助喔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一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